大家好 大家有沒有試過做Project的時候 其實做Versioning Control Branching和Merging覺得很辛苦呢? 有沒有試過自己不知道自己 Branch了一些Exchange 去哪個Branch呢? 現在Facial Studio2010 其實是一個很方便的Tools 可以教大家 將你剛才Branch了的東西 放在一張圖 清清楚楚地表達出來 不如讓我教你怎樣做吧 這個Demo我將它分開成兩部份 我現在開啟Visio Studio 讓大家看一下 裡面其實已經有一個Project了 在第一部份的Demo 其實我會給大家看一下 我怎樣用一個TFS 做一個Check-in的Process 而第二部份呢 我會給大家看 我怎樣Check-in做一個位置 怎樣Merge change 以及怎樣有效率去顯示這些改變 那好吧 大家看看 這個Visio Studio的介面 其實我有一個Project 叫Talespin Toys 在Talespin Toys裡面 如果去延伸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Development裡面 已經有幾個Branch了 而在Release裡面也有一個Branch 不如我現在開啟 Production這個Branch給大家看一下 我開啟了Production 1.0 我選了Talespin Toys的Solution file 那我等它開啟了之後 其實我右邊看回Solution Explorer 我就已經知道 其實我這個Project開啟了 那其實我這個Project的Default 就設定了它會去下一個Web site 那我不如下一次給大家看看 快點快點 那我按Run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ASP.NET的Web page 那大家都看到了 這個Development Server呢 那我開啟了之後 這個Web site就自己會顯示 Localhost 那個Port Number Default 那我待會就會在這個Web site 裏做一個小小的改變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一個 賣飛機 無形飛機的Web site 那大家如果其實看一下 這裡裡面其實有些連結 是還未成功的 那我按到Careers 我按到Investor Relations 它只不過是彈回我去主頁 那我覺得 喂 出一個Web site 沒理由不成功的嘛 那所以呢 我先關掉Web site 那我就去回我的Project裡面 去Template Master 那在這裡呢 其實我就可以看到我的Code 那我呢 要做的事情就很簡單 我只是需要留言 由Careers開始 我就留言了它 讓我這一站未成功的連結 就不會出現 那好吧 那我做了一個留言之後 我找一次的Program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 幫我拿走了它 那如果是的話 其實我就已經做了一個 很簡單的Change 那當我做了一個Change的時候呢 這個Change 只是在我這個Local Machine出現的 因為我還未把這個File Check-in 用上去TFS 大家看看 其實已經不見了 那好吧 那我現在知道我這個Change的Effect 就是有的時候呢 那我把它關掉了 那大家也看到了 我這裡 多了幾個 多了這一行字 那我就告訴我 其實我在這裡 做了一個Change 那我現在想看看 到底我在這個Project裡面 我在Local的File 和我在TFS上面 有什麼不同呢 那我可以去View 去OtherWindows 然後呢 我就去Pending Changes 沒錯 Pending Changes 這個Windows裡面 那我開了這個Windows 那我看到 哦,原來我這裡 其實是改了一些東西的 那我也可以看看 到底我可以看一看 我可以看一看 我可以改變什麼 那現在其實我要的呢 我在這裡打個留言 我就比如說 Remove Links That Were Not Working Or That Were 那我只需要按 Check-in 那其實呢 這個東西 就會自動的 和我Check-in 了上去 TFS 那你見到 那我怎麼知道 我真正正正 Check-in 了上去 大家記得 剛才我在Production1 那裡開的 那我在這個Production1 的Solution裡面 我可以找到 Talespin.web 那我可以去到 Template.master 就是剛才我改過的 那我現在的File 右下按 右下按 看回History 那我就看到 原來Change to Set 71 就是我剛才剛剛放進去的 那個Change 就是在這裡 而這些東西都是我剛才打進去的 那現在呢 我想讓大家看看 另一個TFS可以做到的東西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Merge 因為這個Change 其實大家如果看回 它只在Production1.0製造的 那我的MainBranch Iteration1那些Branch 其實是還沒有這個Change 那我要做的東西 就是在這裡 right-click Track-in-Change-list 那當我Track-in-Change-list的時候 其實它就出了一個小小的WidSuit 給我看 那我就告訴我 我想放哪些資料下去 讓我的圖畫看得清楚些 那我現在就放回 我最主要的幾個Branch Iteration1 Iteration2 MainBranch等等 那我按Visualize 大家就看到 我71這個Change 只是在綠色這個位置出現 原來 Main、MainBranch Iteration1 Iteration2 等等都是沒有的 那我現在想把這個Change Properate 回到這裡 那我存回這些線體 我一定要通過Main 才可以到這裡 那我要做一個Merging 其實很簡單 我只需要在這裡拉 Drag-and-drop Drag-and-drop完下去之後 它自己會提供了一個Merge Wizard 那我只需要選擇所有Change 我都想做 那我的SourceBranch 就是我的Production 而我TargetBranch 就是我的Main 我只需要按Next 接著我就設定想要 哪一個Change 剛才大家都記得 我的Change 設定的Number 是71 我按Next 之後 其實我按Finish 它已經幫我做了一個Pending Change 那我現在就要去到我剛剛的Pending Change 的Explorer 去到Auto Window Pending Changes 那大家就看到了 這個就是我剛剛的Pending Change 如果我看到它的時候 大家也看到了 我剛才所改的東西 全部都在這裡 我現在要做的東西也是Check In 那當我按Check In之後 它又幫我Check In 下去了 那我現在其實把Change Set 71 如果我按一次Rerun 我看回同一樣的Vision 大家就看到了 哦,71 原來已經戰咀指了72 去了這個地方 那我下一步就很簡單 我把這個Main的Change Propagate 到Iteration Tool 那我只需要做同樣的東西 Change Set 72 Next 那我做完Finish之後 我又去Pending Change 看同一樣的Change Set 那我可以在大家的留言 就是Merge from production 1.0 to main to iteration 2 那我可以Check In 那當我Check In了之後 我回到這個Track Change 按Rerun Visualize的時候 那就是71,72,73 就這樣出來了 那如果大家覺得這個看法不太清楚 我們也可以用一個Timeline Tracking的方法去看 那我按了下去之後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到 如果用時間來做量度的話 我的Change是由production 1.0 71 去Main 72 而再去Iteration 73 那其實現在最後想展示給大家看的一件事 就是有一個Features 也會很有用 可以看到之前的Change 那我現在去到Solution Explorer 因為我現在的Change 本身就在Production 1.0 就是Talespin Toys這個Solution 那我右邊的Solution Explorer 其實就開回 剛才我開了那一個File 那我去Talespin Web 現在我其實這個Solution 已經是Iteration 2的Solution 而不是Production 1.0的Solution 我點擊就在這裏 選擇CCise 其實這一個軟件上它 informational 我 smo uncertain 在空位置 一直到购买,我讨论了 大家可以在左边看 可以看看这个Change List的细节 如果我按摩拳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Change Set 71 而它做的位置,在这里显示,就会显示在Production 1.0 而不是显示在Iteration 2 当你写Code或对Code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清清楚楚看回 到底我这个Change在哪里 好了,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Visual Studio的功能 和你想来我们的MSDN Seminar和Hands-on Lab 又或者想和我们同事联络的话 请你来我们的网址吧,拜拜